然后我们员工之间互相评价一下对方好不好 一人挑一个员工评价就可以 或者是讲一个对方员工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好 从谁先开始因为细节太多了是吗 相处时间太久了就容易这个样子 我先说吧 我说kido吧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次是因为我们从北京 然后自己开车回客栈嘛 然后在阿尔山 然后开了当时开了有23个小时 然后因为后面一段路程是kido他自己开车 然后车上只有我五一个我们三个人还有kido 然后因为我们俩都没有驾照 就只有kido一个人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 然后当时就是我坐在副驾驶看着他那个形象 感觉特别的伟岸那种感觉 对对对那个印象让我挺深刻的 非常棒而且非常照顾大家 沈岳有没有 我说一下五一哥 印象让我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小桃还是TT 小桃 小桃小 你们要悄悄声说话 大点声 我们就想听那种悄悄的声音 就是有一次客战来了两个小朋友 然后是小桃还是TT 我对对对想想要那个便便然后然后我第一次碰到那种情况然后就很慌张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正好五一哥就出来然后就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nice 那五一哥呢 呃那我说翔哥吧就是因为刚刚去客战我什么都不会嘛然后大家问就是弟弟和Tito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技能然后我什么都不会然后翔哥来了之后就教了我很多然后比方说该什么时候起床啊包括翔哥说要我多做事啊包括有就是因为翔哥那天我跟他住同一间屋然后他起得比我早然后第一个去到达现场去清理那个厨 厨房所以我觉得就是学到很多东西 我说一下武艺吧 哈哈哈我刚看到他那个眼神了我知道 我觉得武艺真的是 今年一年的进步特别大 嗯然后我看到了他的成长 然后昨天我还讲过给他讲一句话我是说 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间有条沟掉进去呢叫挫折爬出来呢叫叫 叫这个成长 我一直觉得武艺在今年一年的时间里成长了很多从我家那小子一直到亲爱的客战我觉得 他跟之前的他完全做了一个不一样的改变所以我非常的 我非常的希望武艺能够继续成长 然后做更优秀的男人 谢谢 现在陈湘说话真的是好棒的 一套一套 然后那最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涛姐 因为老板不在这里 因为212019年了嘛有什么话要送给老板的作为老板娘 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客栈今年来的所有的这个 住客有什么话要祝福送给他们的好不好 首先2019年我对老板的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他能够跟我一起进健身房 哦 因为他特别特别难 就是 就是上器械他不喜欢他是喜欢打打球 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最大的心愿是我带着他能够练练器械跑步 把身体重新再调调调调调养一下 这个祝福好 然后给每一个来客栈的和我们收看我们亲爱的客栈喜欢我们客栈每一个员工的朋友们 一个祝福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2019年能够平安喜乐 健康然后顺心如意 谢谢涛姐 涛姐说话心里好舒服的 而且刚刚送了这么多祝福 芒果TV也要表示一下我们要这个送给大家一个小猪猪 这样我们挑一位代表去抓一个福气小猪猪送给客栈好不好 涛姐 您挑谁 沈月 哈哈哈哈哈哈 刚一会儿 出现惊惑 沈月你挑一个 你挑一个谁去 看谁去 你夹娃娃 你夹娃小 我夹娃不行 来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弟弟你夹娃娃夹的好还是唱歌唱的好一些 呃夹娃娃夹的好 哈哈哈 来我帮你拿 好 好 这只有一次机会吗 不不不不不不不 随便来随便来 放心放心放心 file 要哪一个你们选一下不 你们要选一下吗 这个还可以继续夹吗 你再夹两个呗 夹两个没关系 大家来的人这么多 你给两个女生都夹一下嘛 你再夹吧老板就夹破产了 对对对 多夹几个 当然要哭了 你为什么又把它转回来了 弟弟你听一下那个老板娘的指挥 因为这个夹娃娃机很厉害 这个吗 你听涛姐的我跟你说没错的 你是那个躺的笑容器 对对对 哎呀看起来 对对对 好像会发财 对对对就是他 哎哎哎 哎呀差一点马上掉下来了 那应该拍太香了 踢一下 是这样是吧 对最后一下啊 来来来有了有了有了 我感觉你们还要把他打掉了 对啊 好两只漂亮来 我来拿 怎么弟弟夹娃娃机上期要打那个吃鸡似的 要打那个拳皇之类的 对啊 来送给两位我们客栈的女生好不好 没有没有送给你们的是我们送给你们的 来 谢谢 那最后的环节呢 刚刚老板娘介绍了明年会有哪些自己世界上的计划 每人接下来介绍一下自己明年有哪些计划好不好 2019年先从陈翔这边 陈翔 明年呢打算继续找工作 然后呢 好 然后明年打算发一张自己的专辑 因为已经有两年没有发专辑了 所以明年希望有新的歌带给粉丝 好 来 五一 我的话也就是继续出新歌吧 对 然后 对 继续努力 对 好的 来 陈翔 我那个 也是拍拍戏 然后我可能明年 要自己一个人住出去租房子 你这是 你是 这是求这个合租的广告 是不是 我就是 也是 我太详细了 就是那个 自己的人生中第一次决定要 搬出去住 我就是那种有种长大的感觉 好 到时候弄好了 让老板老板娘带着我们去你家吃火锅 好吧 好啊 好啊 来 弟弟 我的话也就好好拍戏吧 就希望之后我的作品 就能和大家见面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就这样 好 是的 那好 再次谢谢各位 谢谢我们亲爱的客栈 过去一年带给我们这么多欢笑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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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呀 小心小心 没关系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是的 可以去休息一下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为什么你们不拍照呢 哎 你想拍吗 要不大家一起拍个照 来吧 来来来来 我们一起一起来拍照 一起来拍照 我太细心了 涛姐 你把 你把 我们给 不是 今天涛姐是要留在这里了 各位 就是的 就是的 涛姐是不打算回去了 那小军没Q的流程 应该是要拍照的 不不不 因为我们是担心 后面还有人要过来 你知道吗 来来来 各位在前面 在我们的黑板前 站成一排好不好 黑板在哪儿 黑板在哪儿 来 我们先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们 一点咔嚓咔嚓的时间 好 我们先看媒体朋友这边的相机 弟弟 这个姿势很帅 可以可以 来看一下我们媒体朋友的相机 怎么还有媒体朋友拿手机的 好好好 来来来 来来 拍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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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了 在这里 哇 三 二 一 OK 这张我们会好好留下来的 会教的工作人员 会给你们 来来来 谢谢 没问题 是 相机给你都可以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